一道黑色洞光从中电视而出 落在十余帐外 黑光一闪 露出了黑壮大汉的身影 他此刻已经恢复了人情 身上衣衫突然交互 带着被火烧的痕迹 气息也很是散乱 挣不住的大口喘息着 但脸上胸利之色丝毫不减 黑壮大汉一挥手 黑光一闪 那面铁牌出现在了身前 但光芒暗淡一场 表面的熊脸图案赫然消失不见 黑壮大汉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起来 这件铁牌是他的本命法宝 竟然损坏至此 就算拿回毒中重新纪念 也不知道要温养多久 才能够恢复如初了 不可饶恕 黑壮大汉几乎是一字一顿的 从牙缝间憋出了这几个字 抬手朝对面的孙姓修士望去 眼中熏光一闪 身上妖气重新涌现了出来 另一边 孙姓修士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 同样的面色苍白 目中神光暗淡 但白光一闪 八面白色光镜一转的化为了宁光镜 被其召回了手中 熊熊 这次比斗就到此为止吧 两位身为真丹静的修士 再继续下去 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胜负 这一场不如就当做平局吧 人影一闪 英功比男子出现在了黑壮大汉的身旁 出声阻止道 当然可以 孙姓修士文言目光一闪 刚刚举起的手臂放了下来 黑壮大汉看起来还有些不甘心 英勾逼男子嘴唇微动 朝其穿淹了几句后 黑壮大汉脸色微变 冷横了一声 身上的妖气这才浑缓的消散 嘿嘿 那好 七场比试就到此 全部结束了 英勾逼男子 环视了一圈 杨首说道 半空之中 人影连连晃动 人妖两足的修士 全都飞驰地靠近了过来 相对而立 彼此对峙了起来 经过这一番比试 双方敌意更重 一时间周围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恐怕如今 只要稍有风吹草动 立刻便会引发一场团战 孙兄 无恙吧 柳明见词却神色一动 袖中手掌微微紧握了什么东西后 突然无声地靠近了孙兄修士几步 口中淡淡地问道 无妨 再争夺下去 的确是没有必要了 孙兄兄修士翻手 收起了凝光镜 随即又取出了一枚拇指大小 凝光闪闪的丹药 一口吞浮了下去 摇摇头地说道 柳明目光一闪 点了点头 退后了一步 这时候 英国鼻男子 打破了有些沉闷的气氛 上前了一步 朗生导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们双方合力 破除一击入口的禁止 然后按照比斗的结果 分配其中的宝物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妖族四胜一平二负 所以一击中的宝物 我们取其中的四分半 诸位人族道友 应该是没有意见吧 这个自然 既然事先已经约定好 我们当然会遵守这个结果的 孙姓修士 深吸了一口气地说道 那就好 英国鼻男子咧嘴一笑 事不宜迟 我们去前方一计之处吧 值得生辩 孙姓修士一笑地说道 孙道友 不急于一时 入口处的禁止 一时半刻也无法破解 不妨稍坐休息 再早也不迟 英国鼻男子 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若是再拖延个一时半刻 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意外 前面的争斗 你我双方都没有人真受伤 又何必再多耽搁时间呢 孙姓修士淡淡地说道 单手一挥 袖中飞出了一辆淡蓝色的飞车 身形一闪地 飞身落在了上面 其他人族修士 也纷纷飞进了飞车 蓝光一闪 飞车化个一道动光 朝着一计之处 飞驰而去 妖族修士见此 顿时一阵骚动 纷纷主张 也立刻动身 都不要吵 哪些人族 竟然这么紧张 就让他们先过去破认好了 我们现在附近略加养精蓄锐一番 等所有人恢复些法力再动身 嘿嘿 那一击入口的禁止力还异常 根本不可能短时间之内破掉的 阴沟碧男子冷冷地说道 望向远处的蓝色顿光 目光略带一丝疑惑 没有多久后 下方山峰一个隐蔽的洞窟中 两道人影一闪而现 正是雄月与那名阴沟鼻男子 人族修士已经先往一步去那禁地了 你为何还让我等大洞干戈的到这里一趟 有话在外面说不也一样吗 雄月有些不满地抱怨道 即便让他们先动身 也是我等先到达 你可别忘了 早在来到此处的第一天 我便在这里布下了短距离的传送阵 阴沟碧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 此番竟然让人族哪些砸碎 胜了两场 外加一场平局 这和你我当日的计划 可真是相去甚远 难不成 真要分他们两成半的宝物不成 雄月的脸上满是不悦之色地说道 此事也是打出我所料 没想到人族几名假单净的修士当中 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应手 特别是与我对战的那个小子 不仅差点伤到我 最后还能从我手中逃脱 但话说回来 对方如果让此人对战我方其他人 恐怕还能多上一场了 英勾逼男子露出些许沉吟 缓缓地说道 英雄你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找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 雄月文言猛地一掌落下 经身前的一张石珠拍得粉碎 勃然大怒道 雄雄山恩勿躁 在下其实早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不过这几名战力不俗的人族修士 你我还需要好好谋划一下 该如何应付才是 毕竟山河珠此东宝物 又怎么会露出那些人族修士的手中呢 英勾逼男子眼珠一转 轻笑地说道 哦 我就知道英雄必有妙计 雄月顿时转怒为喜地说道 好好好 难怪英雄要说回你一趟 原来有如此良策 那就这么办吧 那我立刻的将此事吩咐下去 这一次 定要将这些人族打碎 有去无回 不过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必多休息什么 马上传讯过去吧 看来先前你对其他族人所说的话语 也只是权疑之词罢了 雄月起初眉头紧皱 但听到后 马上舒展开来 夫长大笑一声 连说三个好字后 就满脸堆笑地离开了 一辆破空而行的巨星蓝色飞车当中 人族联盟众人非但没有因为只取得两场胜利而沮丧 反大都一脸兴奋之色 相互间不时地交谈着 其实啊 今天若是让柳道友去对付另外一名化精旗的修士 那我们就能够获得三场胜利 与那些妖族之人平分纠色了 李幸庆宁倾笑一声地说道 李道友 若是按照你所述 我等若是可以安排实力高强的修士 对战对方较弱的修士 那赢下四场也是有可能的吧 不过届时切不论对方会不会单场发作 在对方两面真丹镜的修士上 重则标记之势 恐怕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实施吧 少傅武红则惊笑着说道 刘道友却认为天门会第一 实力有目共睹 但真想要胜过一名妖族的真丹后期强者 仍是不大可能的 另外一名浩然疏远的青年 则是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柳明对这些旁人的议论置若妄闻 只是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 自顾自得安心打坐 就在这时 一道黄色洞光从远处集市而回 正是在附近负责勘察的 浩然书院的黄梅老者了 妖族众人此刻也已经离开了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赶往一迹 而是在原地驻地休息起来 黄梅老者向孙姓修士回禀道 我们此番取得两场半的胜利 妖族之人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不论他们想要耍什么花样 现在都已经为时已晚 这一次的计划可谓是相当的成功 一进入口之处的传送法阵已经不知妥当 其人也均被种下了标记 只待破除禁制的刹那将法阵击法 便可将其一并传送走 切记到时一定要速战速决 将残余的妖族修士以往打尽 孙姓修士持着一面玉牌 请众人晃了晃 上面闪动的七颗闪光的星辰 同时微笑着说道 众人纷纷点头同意 毕竟少了一两名真丹为首的七名妖族后 其余的妖族自然是不在话下 遗迹中的所有宝物自然也成了囊中之物了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后 有名一星人便按照与妖族的约定 来到了遗迹入口之处 你们怎么可能跑到我们前面 我明白了 你事先布置好了传送法阵 众人族修士都是已经 但其中一个人马上反应过来再大叫起来 姓孙的 你怎么才来 如此慢腾腾的速度 我们还以为你们人族连两份半的宝物都一并的放弃了 为首的黑壮大汉熊悦 撇过了一眼的人族众人 讥讽道 其身后的一群妖羞也一阵的冷嘲热讽 一身红袍的沈万青文言 一脸恼怒之色 手臂微扬的就要动手 孙悦性修士急忙单臂一横 出手将其拦架 并面色不改的 用目光扫了一眼周围 便唇齿微动的朝众人传言吩咐道 法阵并未被发现 诸位切记现在一定要忍耐 在一同破开静止传送法阵激发之后 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接着他又淡淡的朝着对面的妖族说道 熊道友说笑了 这两份半的宝物比起你们妖族所得确实不算多 但我等也绝不会放弃的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柳明面无表情的放出玄石 造了一遍对面的妖羞 目光微微闪动 既然你们也都来了 废话少说吧 便一同破除禁止 入内夺宝吧 熊悦身旁的鹰沟鼻男子上前一步 朝柳明一行人高声说道 如此甚好 免得夜长梦多 孙悦性修士朝起点了点头 众人这才将目光移向了一记入口处 两根数十丈高的青色石柱上 只见五光十字的青色石柱之间 一层淡淡的青色光幕似有似无 时影实现 看似如水面一般平静无比 柳明见此眉头微微一条 从这两根石柱以及中间的光幕 所散发的气息来看 倒是和当时蓝丝布下的木陵大镇有几分相似 而石柱后方 被一层黄蒙蒙的鸡蛋形状的光照笼罩住的山谷 微然触立 所有的宝藏 显就在其中了 此处的静置看似没有什么特殊啊 孙姓修士的身后 黑脸少傅五红则有些疑惑的问道 五道友所言诧异 此处乃是一处极为玄妙的木属性静置 我等在场之人根本没有一个人拥有破镜之术 只能通过蛮力将其破除 即使现在双方合力 没有两三个时辰 恐怕也无法攻破的 孙姓修士如此的回道 切身不裁 就先试试了 五红纹炎 眉头一条 脸部轻移几步 身形一闪的出现在了青色光幕的前面 双臂一抖 两只翠绿色手镯脱手而出 前面绿光大放 只见此少傅口中面面有词 两只绿色圆环在其身前旋转不定 迎风暴涨至树丈大脚 扑扑声不绝 一个巴扎大脚的银色浮纹从圆环上飞出 一闪之下 竟悉数的摸到青色光幕中 此光幕可以吞噬一切法力并消耗掉 只能不停地灌注法力 直至将其达到了巅峰 才能将其破坏 雄月剑词却冷笑一声地说道 少傅却犹若未闻 只是自顾自得施法吹动圆环 放出更多的银色浮纹来 结果片刻后 青色光幕中一点点的阴光向外渗透而出 一道道细长的裂缝在光幕表面无声地浮现 五红见此面身一喜 三首一掐绝 圆环光滑大胜 放出的银色浮纹更加密密麻麻 让青色光幕上浮现的细长裂缝也越来越粗 看来五道友的双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异宝 似乎能克制的禁止 虽然想修饰见状 露出惊喜之色地说道 另一边的两名真单静的妖羞 也互相望了一眼 大为意外起来 就在这时 两只翠绿色的圆环突然发出低沉的嗡鸣声 并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黑脸少妇眉头一皱 神色凝重起来 一两个呼吸之后 原本已有手臂粗细的银色裂缝迅速变系 连同从青色光幕之中冒出的点点银光 再一次被青光吞噬殆尽 青色光幕再度恢复了如水般的瓶颈 蓬蓬两声 两只圆环不是控制般的掉落在地上 黑脸少妇脸色大变 急忙单手一招 两只圆环又患化回两只欲拙的飞回了手臂上 略微检查了一番后 才大松了一口气 一旁的几名妖族修饰剑状 哈哈大笑起来 脸在嘲讽之色 柳名剑状目中金光一闪 此禁制却是与其先前所欲的禁制大不相同 但其现在有苦伦剑在手 若而结合太刚剑绝中的破禁秘术 倒是可以姑且一世的 不过这种念头在他心中一转即逝 既然五道友也没有办法破除禁制 我等只能按照最笨的方法强行破除此禁制了 孙兴修氏略在失望的感叹了一句后 便向众人下令道 锦渊浩然书院的弟子率先动手 但剑一个个双手一抬 一道道蓝色长红飞射而出 蓝光包裹之下竟然是一本本灰色铁书 一一展开后 当即五颜六色的古文狂涌而出 化作刀剑斧的冲光木狂斩而去 柳明也是手臂一扬 一声清明传来 一道紫色长红飞出 并放出霹雳啪啦的紫色电芒 轰击而去 其余的人族修士也纷纷地寄出各种秘术宝物 朝光木滚滚而去 好了 闻面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也动手吧 熊悦也对身后的众妖修说道 妖族众修文言 自然答应了一声的 寄出了各种手段 向青色光木狂躬而去 以时间一记入口处 轰鸣之声络绎不绝 各色光瑕冲进而起 孙醒修士与妖族的两名真丹镜的强者 却并没有动手 只是冷冷地戒备着望向对方 感谢收听 摩天计